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昨天同志今天为检修 检修什么 对吧 我回答他检修什么 对吧 欢迎来广州动员 今天是中国广州动员的小伙 您要的发行 一路上的马上 我们是民间性 我们是非典型式国家 在一二年三月三日后 是吧 就是非不做的话 提出的那有多几十年了 我们现在应该是来起一个人 把自己的小看法洗到现在 都怀念 比老人的有这样子有这样子 现在都怀念 做本安定都不上来 我妈几十年了 她给社会创造了和谐 给老百姓带点欢乐 这就是一种文化 鲜活的文化 生产文化 那为什么 国家把那位非裔保护 为什么 社会上要拼命封杀呢 是吧 那我们就这个行业 该死的吗 该封杀的吗 我要找答案 小五哥觉得马戚跟现在 对于动物保护的观念 已经不符合这种新的观念了 我们的看法 话题很多 请问宠物怎么解答啊 我们的动物有分配 能繁殖 宠物能繁殖吗 再说了 全国哪个动物园 不是拿笼子关动物的 他赖着的话 你说特长他有困难 我们在法律法规的范围里 也会提供协助 都没问题 但是呢 你现在这样经营 是违反合同约定的 只要他停止经营 我们都可以排 我们一直对他都保持开放的态度 就是你们之前说 是要停止这个野生动物的马戏表演 但是你们的海洋馆 还是继续在做那个 就是海洋动物的表演 这个是 因为他这个场馆 第一 我们是按照合同约定 合法收回的 第二个 我们这个场馆的功能定位 是用来做为科普活动 因为我们以后 要开展更多科普活动 需要场所好场馆 然后他合同也到期了 对 不停演 这叫围团 我们要的是尊严 我跟他说了 你给我多少信条都不行 不是单纯的利益了 现在我是要为这个行业 找出路 对我们不公 对民间艺人不公 对废宜 不公平